721的後感 來到英國 基本上香港人的集會 應該去齊 儲齊一套 在1919年 是有一種不僅很澎湃的感覺 你去一場集會 看到這麼多人 對香港的施政不滿 現在不行了 現在是犯法 那時候是很精神 那時候很高的能量 你感覺到那些能量 整條街都是這樣 19年就認識了 20年之後就認識了 因為拉就拉 一拉就四五年 才知道什麼叫極權社會 那時候第一次感受到 極權主義 所以現在是有一種 多了一份功名 和美心 譬如現在我們不會笑 那些什麼南亞仔 如果他做正當生意的 南亞仔 在香港 我覺得不應該笑別人 或者說別人 因為他們都可能有他的難處 他們國家有他的問題 然後譬如你這裡 你依賴一下烏克蘭 世界的難民 現在都會有一種共同的感覺 知道這個世界分民主極權兩邊 一旦踩中極權的國家 你的人生 有一半時間都是浪費在內鬥的身上 今天721 他有一個重點 主持人說得不錯 不知道是不是和理哥還是誰 他說其實是 一個遺忘與記憶的爭鬥 極權社會的一個特色 就是想你忘記一件事 或者扭曲整個事實 721 你想想 何君堯現在就坐正 起碼在垃圾會那裡做議員 另一個議員 高老庭 就入了陸 街下囚 林卓廷 林卓廷就 為人民 真正人民選舉出來的 卻成為街下囚 整件事根本就不合理了 至今為止 他應該拘捕了十多個白衣人 總共有百多二百個 今次 萬城集會那裡 他們很活該 都要通緝八個人 包括鄧炳強 盧偉聰都拿出來 那些 那八個 令我覺得 香港人的那種幽默感 721 我記得那天 那個是八三日 因為我也混亂了 721 應該是721 821 我忘記了哪一天 那天應該也有去集會 是不是在廣島 應該是在廣島 那時候就是 我不肯定是不是那天 因為我的記憶開始濕去 遺忘了 就應該是分兩邊 其實應該是 好像是 應該是721 那天 就是走去西環那邊 有一條隊伍 那我走到中間 我走了 去到西環 入少少那個位 走了 其實之後還有些事情 好像丟掉那個 就是 丟掉那個 丟掉那個 國徽的 淘污去國徽 那樣的 有人做這件事 同時間呢 有一幫人 就回家 就是 去元朗那裏 就發生這件事 就是這個 武警事份 那當然 那些 擺盜名是一個局 來的 那些警察 就是 走人 又有些白衣人 去 打人 那當時 立場姐姐 那當時 她也被人打 那也是一種覺醒來的 記者之中的覺醒 那沒想到 又是成為街下囚 那 你都沒有想過 連立場姐姐都要拘捕 就是 到現在 我想香港人都不會明白 47人 為何他們 差點什麼鬼 47位議員 自己圍爐 在這裏內選 就變成顛覆國家政權罪 那麼 721 也打傷了很多人 柳俊剛 還有一個 廚師 還有一個廚師 很多 打傷了很多人 藤條蚊柱肉 然後 看到 整個地鐵的人 跪著 白衣人 你不要打 你不要打 是一個很殘忍的局面 你也沒見過 為何他有這麼多黑幫 不過他不是納刀 納刀就肯定是血案死人 真是恐襲 納刀邊 納刀邊 有些人 疼 有一個傷害 他就是拿中間位 這些就是爛仔 爛仔箭法 我不是納刀 納刀邊 你來我不好 警方就 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拉十幾個 那就交差 你也知道幕後誰主使 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他這些事情 他喜歡拉幾個 就幾個 拉近林卓廷也可以 這麼荒唐也有 我覺得是香港人 第一次看到 香港 警察 或者整個政府 那種腐敗 那種荒唐性 我們以前不信 政府會出爛仔的 你講也不會有人相信 政府和蘭仔 是嗎 他不怕新聞揭替他嗎 報他嗎 他不怕記者 我真的不怕 他再一次給你看 721 根本就是 你看到那些警察 跟那些白衣人搭肩 到今時為止 蔡玉廷上查 那時候 應該是 應該是 因為那些記憶開始失去 應該是 蔡玉廷那時候 在港台那裡 有一個節目 誰主真相 721 很瘋 找到車牌 查到整條線 其實拿到證據 但是 那時候都說什麼 廉署 有查過 不知道查到2046 今時今日都沒有見過 你看到整件事就是 哇 什麼事 有預謀 買通了 是吧 何君堯 讚的那些白衣人 是英雄 名字 就是 整個局 你會明白 然後 你想想 如果我們今時今日 還是被 一班 爛仔去管 那會變成 現在就是這樣 香港就是這樣 甚至今 你叫那些 什麼 海外的 請回來的 一些專家 去了解 721 831 有沒有問題 海外的那些警察專家 都說 在香港有些問題 我辭職了 不說 我不賺你的錢 一看就知道 有問題 連外國人 都不敢碰這件事 你就知道多麼黑暗 很可惜地 就是我們晚城 應該這邊 我想 來自不同地方 都有遊行 集會 我們晚城都不錯 四五百人 但是很可惜 香港你現在 想不到幾年後 已經是不能說的 不能說這些任何 對721 831 你有什麼不滿 是不能說的 基本上 只能夠用他那一套去說 是兩幫人 那些 將來小朋友 要吸收這個知識 基本上 真相 我們成功帶來了 英國 這裡 我們集會 這樣 講完整個真相 有誰有問題 誰有問題 這些是不能押的 對吧 那是徹徹底底的一個 你看到警方和爛仔的勾結 當時說什麼保家衛國 直接說那幫白衣人 好好當道 你保家衛國 你不會在地鐵站 拿藤條來保家衛國 是吧 如果給你一把槍 你給我一把槍 是吧 你可以想到那個 其實很離譜 這件事 基本上 至今都是 不了了之 香港就是 當然 來到這個 香港 這個英國社會 他本身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都有他自己的問題 所以你說來到這裏 我們說出這個事實 有沒有人關注呢 其實 你應該不會說 很多人關注 他本地人 都自己一大堆煩惱 別人那些國家 死亡人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 如果香港人 能夠做的事情 不是說什麼 是 起碼是真相 說出來 基本上 剛剛錄製的時候 有隻蜘蛛在這裏 爬過 有隻蜘蛛仔 我常常躺在這裏 不要緊 我幸好不是很害怕蜘蛛 對比蟑螂 蜘蛛是小事 有些蜘蛛都爬得快 但是 你說我蟑螂不夠膽 就是捉他 蜘蛛家 還有 他在集會那裏 都帶了一個訊息 有時候都會收到封 在裏面 主持人會在這裏說 譬如有一個 警察那時候 在西灣河 槍傷了一個 學生的 一個警察 好像一家人都去了Liz 這個都順帶一提 現在警察會怎樣做呢 會怎樣部署呢 譬如中共在英國做什麼 會成立秘密警察 大家可能未聽過這一點 就是本地的 他們的國安 蓋世大譜 監視我們這些 我們這些 我都被Liz Liz了 總之他覺得要監視的人 你不知道誰 總之我拍攝都關事 都拍攝 你也是 等等 會監視一些人 會搞人 監視一些人 英國政府是知道的 所以為什麼他現在加強了 英國那邊的光法 就說如果你有些人 中國人 那些小粉紅 搞香港人 是真的會落獄的 那些 那些小粉紅 不知道有沒有用 英國政府都在做事 因為英國防滲透 我想他 這裡整個八國大亂 八國聯關 基本上英國 他要防很多國家 俄羅斯 中國現在也要防 你看到 其實他們做什麼呢 有些警察 是不是真的移民 其實未必是 可能是 派過來給他們移民 派過來給他們移民 做秘密警察 監視香港人 回到我們香港人 我們能夠做什麼呢 反監視他們 你監視我 我就監視你 所以你看到 在極權社會底下 即使我們來到海外 其實抗爭 基本上還未完結 而撕上網絡 甚至帶來這邊 有的 有的 有很多小粉紅搞事 當然 我們英國的警察 是很幫助香港人 因為 不准你打壓香港人 現在你在香港 你不斷打壓香港人 現在香港人來到這裡 英國人是支持我們香港人 很大力支持 你搞這個集 這個場是我們香港 你的小粉紅進來 搞事 兩個大隻佬 把小粉紅拿出來 英國警察很帥 英國警察 說了兩句他們就明白了 知道什麼事 知道玩東西 就逼他們出去 說了什麼呢 其實英國人是知道中國 搞什麼 他們都知道中國 他們的政治體系是怎樣 首先 你唐人街那些人 你論上 你們做生意 你不要搞事 OK 小粉紅 是不是在裡面 不知道 但是如果 抽到出來 他們一定會 抓起那些 會搞事 那些小粉紅 這個英國人的 立場 基本上就是 他保障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因為他們都知道 彭定康年代 我想他們都知道 彭定康 被那些小粉紅 不斷抹黑 英國人都知道 他們在玩什麼 招數 對極權 這件事他們不陌生 極權社會 納粹的時候 已經見識過 他們史書上面 有記載這些歷史 極權其實差不多 要你遺忘一些歷史 去扭曲一些事實 其實是 然後就出一些 古惑招數 就是 蓋世太保 那類的事情 所以 基本上現在 香港 香港人 當然 現在都在受 那些不是秘密警察 是國安 的監察 監視 整個生活 所以 為什麼 移民 總有困難 我們移到這邊 一定有困難 但是 為什麼最終都是要移民 你這一代 我沒有所謂 我給國安監視 沒有所謂 我不做 他 他想我不做的事情 我不會的 我不會做 你不擔保你的朋友 下一代會做的 會連坐法 基本上 現在你想想 他通緝完 譬如通緝了羅貢聰 審問他家人 下次就有朋友 你是他的朋友 都審問了 然後 在那裡獵狐 文革式 似乎是這樣 還有 這次集會 多一次 榮光的旗子 因為 你在香港那邊 打壓禁歌 變成不准播 我們這一邊 無所謂 喜歡播一播 唱一唱 旗子 什麼都齊 自由就是這樣 自由無價 所以就是 你看到 你在香港有錢 都沒用 你越有錢 你舉起節旗 都馬上抓你 都沒什麼意義 所以 你在香港那時候 會明白 原來真正 最大的不是錢 是權力 所以 什麼叫做極權 就是 他要利用權力 最大的東西 去壓制 你的意志 就是這個意思 未來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集會 萬成 可能八三 不知道有沒有 有就再去 就是這樣 繼續去 因為始終 集會是改變了我們 遊行集會 改變了我們香港人的 整個人身 就是 不得不順 我自己 如果你說我後悔什麼 最後悔就是 可能2014 2014年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2014年 我不看新聞 什麼國教那些 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 如果 如果我早知道 原來我今天會移民 我14年 我都可能會關注多些 是不是 就是這樣 那時候 正在上班 正在港住 然後去19年 反送中 那時候才開始 醒了 開始清醒 啊 就 知道 開始 香港有些問題 開始 如果你說 後悔是 基本上是 不及早覺醒 有這樣的感覺 當然 在香港很搞笑 你越參與 越進去 越進去 就越危險 是不是 好像我這樣 啊 進了Poly 那就很多 麻煩事情 濕性事情 就是要處理 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 不會促使我一個後悔的感覺 因為 因為 在一個 雞蛋與高牆 你一定是站在雞蛋方面 因為你自己不是站在雞蛋方面 因為你本身就是雞蛋 你本身就是雞蛋 你本身是雞蛋 其實是垮場 一個這樣的感覺 說到這裏 到這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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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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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